祈求三宝的磁光加倍 我们可以透过诵经识咒 将这念心安住在善法上 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 使大众都为之惊慌恐怖 而我们的心就像是一个疫区 外面的病毒和我们心中的病毒 有密切的关系 面对这场灾疫 我们要求世上理上共同防范 最重要的是去除心中的贪嗔痴善毒 称恋观世音菩萨 或者是我们称恋大悲咒 对我们防范疫情的传染 至少在心理建设上面 又会帮助很正面 以及很大 所以我们在这里提出一个方式 希望我们佛弟子 每天早晚的时候 都能够称恋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以及都能够来练大悲咒 每天早晚练个三次七次的 这样我们的心理 就能够得到比较安定 然后假如我们出门 就要遵照疫情 指挥中心所规范的一些方式去做 这样除了自己不容易被感染 那我们纵使心里会彷徨 因为我们有经过 我们刚才说 称恋观世音菩萨 称恋大悲咒的 这些佛法上的这些帮助 我们也会比较安定 再不会造成社会的恐惧 我们自己也不会说 天天活在恐惧当中 正所谓人有诚心 佛有感应 祈求三宝慈光加倍 我们可以借由诵经 持咒念佛念法念生 念戒念师 把这一念心 安住在好的念头上 安住在佛法上 安住在善法上 才能够早日脱离异病之苦 十方新闻记者 蓝英荣台北采访报道